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内容 这是一个AI驱动的新型媒体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网址是六度world 节目的内容是 中国物价正下跌 通货紧缩对北京造成沉重打击 中国物价正下跌 通货紧缩对北京造成沉重打击 法广 中国国家统计局NBS表示 1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下降0.8% 上月下降了0.3% 这是自2009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所记录的最大幅度的价格下跌 当局竭力推出拯救经济颓势 效果不彰 这是自2009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所记录的最大幅度的价格下跌 根据2月8日周四公布的数据 中国1月份使物价连续第5个月下跌 国家统计局表示 1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下降0.8% 上个月位同比下降了0.3% 中国物价继续下跌 与去年同期相比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演变 彭博社调查的分析师预计 1月份价格会下降 但幅度不太明显 下降0.5% 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称 这一下降的部分原因是去年的比较基础较高 农历新年 一年中主要的家庭团聚和大消费时期 落在了2023年1月 今年它发生在2月 这扭曲了比较 2023年7月 中国自2021年以来首次陷入通货紧缩 及物价持续普遍下跌 在8月短暂反弹后 物价自9月以来持续下跌 这个亚洲国家的通货紧缩 与主要经济体的情况相反 特别是西方经济体 它们受到通货膨胀 和一些居民购买力下降的影响 2023年全年 中国通胀率平均上涨0.2% 远低于主要经济体的通胀率 例如法国达到4.9% 食品价格下跌 因银行专门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林恩 宋林桑强调说 抑制通胀的主要因素仍然是食品价格 食品价格 1月份同比下降5.9% 未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尽管如此 他还是表示 这些数字并不意味着中国陷入了通缩螺旋 并强调 与12月相比 1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正0.3% 虽然价格下降对于购买力来说 似乎是件好事 但通货紧缩对经济构成威胁 因为消费者倾向于推斥购买 希望价格进一步下降 由于需求不足 公司被迫减少产量并同一新的折扣来出售库存 这种情况影响了他们的盈利能力 迫使他们冻结招聘或裁员 经济学家谈到有害的螺旋式上升 因为这种现象是对消费力的额外抑制 持续的通货紧缩压力 B&S周四宣布 1月份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连续第16个月再次收缩 负2.5% 这个用来衡量离开工厂的货物成本 并提供对经济健康状况的洞察的指数 12月份已下降2.7% 2023年全年下降了3% 生产者价格呈现赤字 也就是公司利润减少的代名词 下载法广应用程序跟踪国际时事 除了消费迟缓外 中国的经济活动还受到房地产危机 年轻人高失业率以及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 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对中国商品的需求 进而影响了工厂生产活动 品点资产管理公司经济学家张志伟表示 中国面临持续的通货紧缩压力 必须采取迅速有利的措施 避免消费者观望的风险 中国多次宣布拯救房地产行业的措施 但迄今未知收效甚微 就中国股市而言 近几个月来是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之一 在此背景下 中国周三免去了中国政证监会主席议会满的职务 预计中国的未来不会更加光明 经济预计将保持降半期状态 2023年 北京的GDP增长率为30年来最低之一 为5.2% 尽管预测较为悲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 预计未来几年 其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 因此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4年GDP将增长4.6% 到2028年将增长3.5% 首先 让我直接说 类似文章一如既往地混淆了事实和现实 文章所说的中国物价下跌 通货紧缩 对北京造成沉重打击 这种观点 只能被认为是一种表面现象 并未切实理解其背后的经济原因和潜在的长期影响 首先是所谓物价下跌 物价下跌对于消费者来说 的确在短期内看上去是有利的 增加了购买力 但是 文章是否忘了通货紧缩带来的长期影响呢 当物价持续下跌 消费者期待价格会继续下降 进而推迟消费 这就使得整体的消费需求减弱 许多产品会出现供过于求的问题 这可不是一个健康的经济状态 退一步说 即使物价下跌带来的购买力增强 可以刺激一部分消费 但这种消费的增加对于称其整个经济仍然是杯水车薪 其次 文章选择忽视了通货紧缩对于企业的影响 当经济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时 企业的利润空间会被压缩 因为消费需求减弱 企业未了保持生存 必然会选择减产 并接受新的折扣出售库存 意思就是说 企业生存环境变得越来越困难 最终可能导致招聘的冻结或者裁员 对社会的综合影响就更为深远了 再者 文章的语境中似乎将中国当作一个与世界独立的经济体去讨论 而实际上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全球经济涨跌对于中国影响极大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全球经济放缓导致中国出口减少 这自然会使得国产商品的需求下降 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物价下跌问题 所以 当这些文章谈论一个国家的经济问题时 唯我独尊的观点似乎太过于片面 还有文章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语气和其轻浮 似乎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 事实上 经济走向的预测并不等同于事实 经济体系中的改变需要时间去适应 而且也要看政策的引导和适应 如何引导和适应 需不需要引导和适应 这些都需要在深入分析后做出决策 而不是在还未看清楚整个状况的时候 就随便下定论 最后 我想说这个世界并不是文章那几句风趣的话语就能换来的 需要的是深入分析 审慎思考 而不是这种表面功夫 对于你的言论 我只能说当笑话听听也未尝不可 但若想真正理解事实 恐怕得需要更多的努力 各位观众朋友 到这里 我们一起回顾了中国物价下跌和通货紧缩对北京的影响 然而 我们也需要意识到这些现象背后的经济原因和可能的长期影响 首先 物价下跌确实会增加消费者的购买力 但这也可能导致消费者推迟消费 进一步减弱整体的消费需求 此外 企业的利润空间也会受到压缩 可能导致招聘的冻结或裁员 这些都对经济构成威胁 并可能导致经济进一步放缓 其次 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全球经济的走向对中国的影响极大 因此 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 我们应该更加全面地考虑全球经济的情况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 经济预测并不等同于事实 它们需要进一步地分析和审慎思考 我们不能仅仅依靠一些预测就下定论 而是需要深入地了解 整个经济体系的运作和政策的引导 最后 我想提醒大家 对于经济问题 我们应该保持客观冷静 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 在这个六度世界中 我们有机会获得更多的信息和不同的观点 这让我们更能理解世界的运作和经济的变化 现在 我想问问大家 你对这些话题有什么样的想法 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吗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 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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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